謝謝主席 麻煩主席先邀請我們次長 卓次長 請卓次長 江委員你好 次長好 我想 自由貿易不是免錢的 Free trade is not free 是自由啦 但是絕對不是免費 那我想請教一下次長 市長你加入WTO的時候 你已經在國貿局了嗎 是我在國貿局 我們是哪一年加入的 2002 2002 請問2002年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簽自由貿易協定的機會 我們後來有跟五個中南美洲邦交國 簽了四個自由貿易協定 那簽那種有用嗎 當然那個佔我們的整體貿易額是不高 但是至少說 我想請教 2001到2002有哪幾個國家 他們主動提過要跟台灣簽自由貿易協定 你當過 你當過國貿易局局長吧 這段歷史你應該都要清楚啊 是是 對不對 我們加入WTO之後 要加入WTO之前 其實我們都知道 我們都知道 FTA是WTO Plus 你基本上成為WTO會員之後 其實只要沒有一些干擾 很多國家其實 是會想辦法跟台灣簽的 那當初有哪幾個國家曾經都提案過 我了解是新加坡是其中之一 新加坡 還有沒有 美國 美國 日本 新加坡 紐西蘭 全部都提過 要跟台灣簽自由貿易協定 為什麼當初我們都跟人家拒絕了 我想後來我了解是因為名稱的問題 是因為名稱的問題 除了名稱的問題還沒有別的 這我可能再了解一下 你也不知道 是啊 你現在主管我們的對外經貿談判對不對 是 這些過程你都不了解 你怎麼樣主導我們整個對外的經貿談判 這些國家是在什麼樣的原因 轉折 然後無法跟我們簽自由貿易協定 當初的一個那麼好的環境 結果不見了 我們拖到今年 我剛剛聽很多人在問 還要多久還要多久 我們十年都不見了 還要再問還要多久 當初為什麼這些 時空環境的條件我們不跑好利用呢 為什麼 我想請教一下經濟部 國貿局 當初連談判小組都沒有吧 都沒有組吧 當初是沒有 也沒有嘛 美國其實都已經在跟我們做相關的研究報告了 中間也不了了之 新加坡到後來因為一個名稱的問題也不了了之 日本曾經也主動在APE會議上面跟我們的部長講 我們來研究台日的FTA 後來他也退縮了 當然日本的退縮是因為中共的壓力 可是當時的兩岸關係一定是一個重大的因素 這些背景 市長你應該了解 這我了解 所以你今天 重新要來跟這些國家來簽自由貿易協定的時候 你現在要變成倒過來去追人家 然後我們在埋怨說其他國家怎麼那麼快那麼快 因為我們好的時間不見了 好了 現在呢我們好不容易開始又跟一些國家在談了 可是我們的準備又怎麼樣 自由貿易本身就是一個很痛苦的抉擇 我自己的選區 一邊是工業走廊 一邊是農業綠廊 當之前這個TPP這方面的消息釋出的時候 包括我們自由經濟示範區 說要引進可能中國大陸的一些農產品進來加工以後 我到那邊之後第一件聽到的反應就是 香菇絕對不可以給我進來 擔心這個農產品進來 我上禮拜 到台中 參加我們精密機械的協會 中華民國精密機械的協會 理事長一致死就開始埋怨我們自由貿易協定 談判落後人家 2015東西要整合了 TPP在動了 我們呢 所以市長 我要告訴你的是 我們最大的矛盾在國內 你同意嗎 我同意 從過去到現在 起碼十年 我們都在內耗 所以我們要叫他們先導 對不對 這個內耗不只是我們產業之間 它本身的矛盾問題而已 連不同的政府執政都在內耗 所以我們沒有理由怪韓國 也沒有理由怪美國 所以這些我希望我們今天如果真的有心要追求加入TPP跟RCEP 國內的整合是最大的 結果我看你們的報告 我看你們的這個報告裡面 你有提到我們推動的現況 策略 對內的部分 三大點 我看不出要怎麼推動 我剛才所舉的我所面臨的實際狀況 可能你們都沒辦法幫我解決 對不對 我到農業區的時候 我怎麼解釋 我面對機密接線的業者的時候 我跟他談什麼 我說快了快了快了 已經在準備了 然後到另外一邊說 不會不會不會絕對不會進來 是這樣嗎 這是一個矛盾 我們都知道自由貿易 它本身是需要成本的 絕對不是free的 是 但是這些成本 你如何做一個權衡 還有配套 我覺得是政府單位應該要 左手快做 不是快做 是之前就該做了 我們加入WTO的時候 連這些都沒有想到嗎 你沒有想到WTO進去之後 就要開始進行WTO PLUS的工作嗎 有的 可是到現在沒有啊 沒有啊 對不對 包括你今天報告也提到 我們加入TPP 農業要損失超過700億台幣 是不是 這報告是誰做的 中華經濟研究院 我們一年農業產值多少 次長你知道嗎 你也不知道 我們怎麼跟他談判 你一個次長 不知道農業產值多少 我們怎麼跟他談判啊 然後要損失700億 到底這700億跟我們產值比例是多大 還有怎麼算出來的 那個報告給我一份 是 用GTABS怎麼模擬出來 他模擬情境是什麼 沒有那麼簡單啊 700億就交代 什麼樣的條件損失多少 什麼樣的條件損失多少 TPP 11個成員國 條件不一 怎麼有可能這麼簡單跟我講 700億24億美金就交代過去 不可能 那是初步的他們做一個調查報告 這不能講初步 你現在如果真的有心要推 你就是要精確的東西 有 我們現在請中華在 今年6月底之前要完成更精確 沒有 你沒有研究就沒有發言權 沒有精確的研究就沒有發言權 更沒有跟人家談判的實力 如果這一點最基本的研究工夫 我們都做不好 我們都無法了解 加入TPP 對哪一個特定產業 什麼樣的情況損失多少 獲利多少 怎麼跟人家談 市長我要問你 農業產值你也不清楚 我們怎麼樣把一個這麼大的 談判權利交給一個談判團隊 這是很嚴肅的事情 所以難怪我們懷疑說 八年入得了T嗎 不要假八年入T 人家三年後就要完成了 三年後就開始完了 你就是一個Outside 市長 我在這邊拜託我們的行政團隊 尤其是這個策略小賭 真的不要只是喊一喊而已 要就拿出你真正在做的東西 很務實的很實際的告訴我們 我們 我們要如何來加入 我剛才一點出來 最大的矛盾就是在國內 謝謝